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李白上山修炼 用了十年的时间在大匡山拜高僧学剑术拳法 拜名师学帝王纵横术 十年学成之后 25岁的李白决定游历天下 在这个李白第一次来到长安的时候 他看到了很多有趣的事物 也看到了一种当时很流行的游戏 叫斗鸡 斗鸡这项运动在当时的长安民众参与度很高 李白也很喜欢 经常去看 有的人就利用这个游戏的这种群众基础 就开设了一些赌局什么的 因为参与的人很多 专门就有一些人就指着用这条路来发财 说有一伙无赖 每次自己的鸡和别人的鸡斗 赢了别人的时候就收钱 自己的鸡块要输的时候就想了一个办法 同伴这个时候就会驾一辆大车过来 假装失控的样子 把这个斗鸡的局搅乱 这样的话没有分出胜负就不作数了 这是一本万利的买卖 只会赢不会输 也有人发现了一些端倪想要理论一下 但是一打听这个车是高丽氏家的 高丽氏是谁呢 高丽氏是当时的大将军 大家就敢怒不敢言 只好忍气吞声 李白不一样 他遇到了这样的事情 看不下去 就出面和这伙恶徒去理论 于是就被围了起来 自己当时还没带配件 就用在大框山大明寺老和尚空灵教授的拳法 把一众泼皮打得落荒而逃 这一段在他的古风当中写道过 而正是因为有了这一次和高丽氏家仆的接触 才有了著名的典故以及京剧唱段 丽氏脱削 说的就是之后李白当上汉林 在皇帝左右负责诏书 皇帝召集他去宫廷里面给杨玉桓作诗 这个是他的强项 必然大家都要推杯换展一下 喝到微醺 他当时可能也有一些不痛快 不得志的这种感觉 就当场让在场的高律师给他脱靴子 虽然这个高律师是大将军 权清朝野 但是李白根本不怕他 当面讲理说话 高律师说不过他 比武李白又很自信 所以借着这个酒劲 就想到了他的这些家仆恶奴 在街上做这些无赖之事 就故意整治了一下这个嚣张 跋扈的大将军 除了这个拳法 李白的骑射功夫也很了得 骑射呢是在古代非常重要的军事项目 不论是有为国家建功立业宿愿的这个李白 还是从小学习纵横术 有别的想法的李白 这一项肯定是要过硬的嘛 据说呢 在一次幽州的打猎活动当中 李白的诗里面就提到了 贤骑骏马猎 一射两虎穿 回旋若流光 转背落双渊 大概的意思就是说 他臂力大 拉满了一弓 一剑射穿了两只老虎 一转身又射下了双雕 写的这个多少有些夸张 估计是酒后的作品 而且根据李白的师傅 剑胜培名射虎三十一只的故事 射的应该是叫镖 像虎但不是虎 而鸢呢 也不是雕要小很多 但是呢 不可能平白无故的编出来 肯定是射中了才有的编 那射中 起码技术也应该达到百步穿羊的这个标准了 再有就是剑术 根据统计 李白的这个诗里面 剑这个字一共出现了一百零七次 除去作为地名的剑格三次 剑臂一次 武器的这个剑还有一百零三次之多 而且属于剑的这个夹出现了一次 吴钩一次 吴虹一次 战炉一次 干将一次 墨爷一次 清平两次 丘连两次 双雪两次 匕首三次 龙拳四次 总共加起来呢 这个剑一共出现了一百一十八次 这其中统计的时候呢 把这个吴钩双雪鸣 空鱼战炉剑 剑花秋莲光出霞 还有灼漆墨爷剑 五家清平剑 分别只算一次 分布在一百零六首诗里面 占所有诗篇大概的百分之十 可见李白是多么钟情于剑 如果不是自小练习 或者是有所悟的话 普通的诗人 哪有这么多和剑有关的 所以正是因为剑术了得 王者荣耀这个游戏里面 李白才是以剑刻的造型出现的嘛 那本来想称呼李白为剑圣 可是后来考证之后发现 剑圣是他的师父裴明 有记载说 裴明呢是龙华军史 守北平 北平多虎 裴明善射 长一日必虎三十有一 最多的一天 射虎三十一只 后来呢 有一个老汉 看他们这个打猎回来的时候 觉得自己太了不起了 于是就说 说你们年轻人没见过世面 你们射死的这个叫标 不是虎 裴明就问说 那哪有虎呢 老汉说随我来 然后带他们找到了一个中等个头的 老虎这么一咆哮 众人被吓到了 原来这才是真的老虎 合力为杀之 最后还是让老虎跑掉了 于是呢 就觉得羞愧难当 再也不敢说自己射杀过老虎 那这段呢 是比较符合真实的情况的 之前的那个记载里说的那一段 一日必虎三十有一 其实是后人为了匹配他剑圣的称号 才这么写出来的 有面子嘛 不过呢 这个剑圣裴明也确实了得 我们不说他的这个剑术有多么精湛 我们从一个侧面来了解 因为古时候讲究不同类型的这个专业 你到达了顶点之后 都隐隐的有这种相通的大道 你都已经见天地见世界了 所以呢 据说 画圣无道子 曾经亲眼目睹剑圣裴明武剑 看到他武剑之后 突然有所悟 然后呢 画出了一幅壮阔的壁画 那这个就是高手之间的这种切磋 你会让他悟到一些新的不一样的这个东西 这是平常人无法给予他的 那在这个唐朝呢 剑武特别流行 它是由这种动作比较英武 旋律优美的剑术延伸而成的最早的形态 那最开始呢 是男性来舞剑武 后来经过长期的发展 变成了一种比较缓慢优雅的女性的舞蹈 不过最早啊 也是最出名的这个剑武呢 是培名剑武 这就有那么一点 可以在里边窥探到剑圣的剑术傲义的这种意思和感觉 所以呢 被誉为唐代三绝之一 那这种剑武呢 其实不偏向于舞蹈 更像是武术 是具有战斗性的 那李白呢 是在游历到山东的时候 拜剑圣裴鸣为师的 那有一首诗说的是 腰间宝剑七星文 臂上雕弓百战勋 剑说云中 秦霞鲁 使之天上有将军 那这个是大诗人王维 写给剑圣裴鸣的这个马屁诗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腰间有一把七星宝剑 手臂上挽着一张有百战功勋的弓 是谁在云中这个地方 擒获了脚狭的胡人呢 肯定就是那位天上的大将军呗 虽然这首诗马屁味十足 但是你就能了解到 这个裴鸣是多么厉害的角色 再说回李白 自幼学剑 自行参悟 之后呢 师从剑圣 又有游历天下的经历 李白的剑术怎么可能会差 不是说游历天下用不到啊 而是经常能够用到 那有人说他是大唐第二 仅次于他的师父剑圣裴鸣 这个还真不好说 有可能是在师父之下 也有可能是在师父之上 因为功夫大师最后的精进 并不是招式上的 而是境界上的 越是高级的功法 就越包罗万象 就像我们刚才说到的 这个大道隐隐是相通的啊 所以呢你剑术了得 你的师也会跟着 因为境界不一样 你的视野也不一样了 这个虽然没有具体的例证 但是你可以通过这个 侧面的一些信息 大概的能够感受到 那在这个王者荣耀里面 李白使用的是清廉剑诀 这还不是杜撰的啊 而是真的有出处 这个出处呢 叫做清平剑法 那这本剑谱是真实存在的 现在在网上 你还能够搜索到 这个清平剑法的部分的招式 其中第一路叫做迎风挥扇 剑谱商的解释是什么呢 说这个剑招是破除对手 迎面砍来的 或者是取左额角的这个招数 当对手出这个招数的时候 化解的办法就用迎风挥扇 这个剑招呢 是用此剑自下而起 挑对手手腕底一二寸的地方 用白话来讲呢 这招是有那么一点 以死相拼的味道啊 对手要打你的脸 或者你的左眼的时候 别怕紧握手中的剑 去挑他的手筋 废了他的招数 其实你这么一想 这招其实很凶悍 如果能够有效杀伤对手 持剑的手腕的话 那么其实一招之下胜负一分 反之 如果没有挑到 而是被对手砍到面部 或者左额角 那肯定对手也就赢了 所以这样的招数 作为第一招的这个剑谱 你就大概能想象得到 这个套路 一定是要讲究细节和精妙度的 它一定不是初级的剑谱 初级的剑谱 肯定是这个大开大合 以公为首之类的 这种高级剑谱 讲究的就是分寸的拿捏 以及胜负在方寸之间 用这个侧面呢 也可以证明这个清平剑谱 它不是普通初级的这个剑谱 那李白呢 这个前妻学习的是 跟父亲学习的是理事剑法 所以这本清平剑法呢 可能是空灵大师教的 也可能是剑圣裴鸣教的 或者是李白 基于老师们的经验 在后期自己悟出来的 最后呢 我们用他老友杜甫的诗 细细的品一下 这一个诗仙 或者是今天新的身份 爵士高手啊 他是怎么来看待这个世界的 说李白斗九诗百篇 长安市上九家棉 天子忽来不上船 自称臣是九中仙 箱子忽来不上船